指引方现在正在扩大侦办当中 可是要问的是食安法 明明在今年二月才修法 大幅的提高了行动 而且在大同甲油事件之后 稽查单位也都会特别来检验 食用油的酸值是否超标 那么到底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抓到 这个做搜水油的郭列成呢 原来这郭列成它非常狡猾 地价工厂就有九个油槽区 那么分为搜水油 猪油 鸡油 鱼油跟骨油等 然后它会把它互相混合 让酸值可以符合规定的2.5毫克以下的标准 那么检警也还查出 这个郭列成为了降低酸值 甚至购买过期的油来添加 所以光靠酸值检测 难以辨识出油品的拙劣 也让不消业者大转漏洞